你给我滚 他妈看见你就觉得恶心 你滚 我对世博宇印象挺深刻 他的台词糟糕的 让我不看剧本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接下来要表演的片段 少年的你 两位演员 一位是本次市场评级当中的第一名 人名 一位是2020年爆红剧集 《想见你》当中 敏感细腻的莫俊杰 他就是新生代演员施博宇 最想合作的异性演员是谁 施博宇 不是吧 你好 坐 你坐吧 好 谢谢 陈念遭同学蔚来霸凌 争执当中 陈念失手误杀蔚来 小北故意制造假线索 想为陈念顶罪 最终 警察沿着线索找到了陈念与小北 并发现了线索异常 也对本案产生了怀疑 行动 来吧 撒谎 一起撒谎 刘本山你想过了吗 卷奴将人去 你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想过吗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要不我们先认识一下 青年你干什么 刘北山 会被判死刑 他不是魏成年吗 他骗你的 他成年了 刘北山 你干吗 你为什么这么傻 你给我滚 他要看见你就觉得恶心 你滚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我承认 未来是我杀的 我承认你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让你替我去死 我刚刚有哭 我应该哭 真的 我对施博语 印象挺深刻 我觉得你刚刚演得 非常的好 尤其是那句小米说 我不认识他 然后你说 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要不我们先认识一下 要不我们先认识一下 琴特特别不好演 一不留神就会特别做作 这分寸感对我来说 要不我们先认识一下 我觉得是挺难的 但后来我看到你的爆发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你很沉得住气的 特别棒 然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小米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一对比之下男生就不好 而且他有个最大的问题 他的台词糟糕的 让我不看剧本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演电视剧可以 因为可以一直配音 演电影我们都需要 要么同气声 要么后期你自己的声音来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提 台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会非常非常地受干扰 我会非常地受影响 说起来我是同意 郭敬明导演的看法的 我们听起你的台词来 有一点吃力 你的戏其实从戏份的角度讲 并不比人民要少 但是你没有到他那个劲 但是我觉得你也很不容易 谢谢你